大家好 我是桑普 有点回音 一个人坐一架纜车 是不是很过瘾呢 这里就是上达兰萨拉 就是我自己的方向 这个Cable Car的总站 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往下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的行政中心 应该就是我这个方向 就是向这个方向跨过去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出名的大超纸 这个大超纸相当有名堂 就是很多的饭会 大宝饭王 拔大喇嘛 这个地方主持 这个就是大超纸 好 离开这个地方 对头的Cable Car 这些楼子正在建的 好 特意 我们来看看这边 哇 超级小姐 一达 哇 你看 哇 向前去看 哇 真是相当有意思 那你会看到在整个过程中 那边呢 那些山是从山上来的 那些树呢 就在旁边出现的 那这里沿路其实有很多 就是狗 牛 还有 狮子的 不是狮子 猴子的 那就是猴子的 那猴子呢 那猴子呢 如果是白色那些 你碰到它 它都不会什么的 那如果你说普通飞式那一只 就真是会 就是它主动来尿你也有 你碰到它 布袱也有 很有趣 那这里很浅沙 哇 有些去回 以前在香港呢 在海洋公园坐 冷车的感觉 不过最正的一点呢 就是呢 我现在下去呢 哇 看到那些秃鹰在飞 哇 秃鹰在飞 冤飞雷天 哇 这个小姐 好 稍后再看 那慢慢向下落 如果位高的呢 也会担心 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里挺高的 就是说呢 慢慢慢慢它增加斜度 慢慢落 这个就是对头的 kabel car ok 那都是三个人坐的 我也很幸运 就是in a certain sense 我看一个一个人坐 一架kabel car 那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要下落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 就是呢 下面的达南萨拉 有什么分别呢 上面这个地方呢 它们有另一个名字 不过我先不说个区名 这个上方的达南萨拉 就是多些藏人住 那下方的达南萨拉的地区呢 就是你看到很密集的地方 就是多些印度人住 但是当然有藏人 是比例多少问题而已 那在整个过程中 你会发觉 这个达南萨拉这个区域 我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直以来呢 都是比较很传统 就是自古以来呢 就是藏人区域的居住 你会看到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里呢 是叫喜马拉雅区 印度的喜马拉雅区 那印度的喜马拉雅区呢 就其实是有平原啦 那一路向这个方向 南方走 一路向前呢 过了很多的幽灵地带呢 就去回大平原 那跟着呢 再下一点就去到新德里的 就是首都 印度的相当大的国家 13亿的人口 那我都讲过了 就是印度在北边的印度人呢 基本上跟南方印度人的相差很大 就算是掌上的方面的相差也很大 啊 看一下这个景色先吧 那 掌上相差很大一件事 但是这个 俗语来说呢 这个原先都是藏人住 但是后来你知道呢 印度人呢 逐前搬入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 好像世外桃源 那样 就是有点像避暑山庄 中国以前有成德避暑山庄 或者你就是说去东攻下攻的感觉 避暑的感觉 那这种这样的 哇 这个还没有人呢 哇 这个叫列车了 哇 最多坐八个人 六百公斤的人 我怕活六百公斤那么重 然后这些船 哇 那下面呢 就是平原加幽灵地带 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山区来的 那山区的路呢 就比较软延曲折了 那就算你要开车 又伸得你来的话呢 最快的那些呢 都要九个钟 坐飞机都是一个钟的生活 所以挺远的 就是整个好像你由台北去香港的距离 在整个这个环境里面呢 有没有种茶呢 所以我捐我所知是没有的 这个Himalaya region呢 基本上是一般的人 在生活的地方 那这里的人 靠什么维生呢 是不是旅游呢 还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种的团地呢 这个就是自己种的地方 就是每个家里 他们自己有自己小的农田 那他们 本身也都不是好像 哇 人世界那样 那样勤勤狠狠 好听就是勤力 不好听就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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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里 要是这样的一种特色 要是转换的 就要是转换了 就可不可以 不要这样丝了 那里面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下潇达沙 下潇达沙 我看过印度的家 呢 哇,是不是呢? 接著是對頭的纜車 可以的 那費用多少呢? 來回票是700 Ringgit 即是奴比 那700奴比是什麼概念呢? 除2.6就是台幣 那大概呢 你當是300元左右 即是港幣大概80多元左右 會啊 是不是? Very good 你從3.6 Ringgit也不是這個價錢 是不是? 而且這個距離都挺長的 有些朋友坐過 我這次第一次坐 有些朋友坐過就是 15分鐘 15分鐘才來到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 下面的地方到一個Stature 那麼 10至15分鐘左右 那麼去到這個 哈達南撒利亞華 這個真的要人看看 好 那麼下面就是印度人多些 那麼上面就是這個 西藏人多些 那麼基本上上面一半半 下面的話呢 就是可能印度會比較多些的佔的比例 據說下面下面比較骯髒一點的 上面比較乾淨一點的 那樣的 但是你說衛生環境 如果你要跟香港 或台灣或東京那些比 那當然沒有得比了 這個始終是印度的 跟著就是 哇他們的 市區 居高臨下 好像打個飛機似的 那 那這是印度人比較密集的 那 就 不然我都會沿著這些地方 走走走 去欣賞一下 究竟 這些這樣的街道 裡面是什麼 這些是藏人 這些是印度人傳統的服裝 那 所以這個是印度的地方 那當然這裡有沒有所謂自治政府呢 我不認為自治政府了 No 有沒有他們的憲法呢 沒有 藏人他們沒有自己的憲法 他們有議會 流氓議會 他們有一些charter 也都有他們的一些 即是 自己發的green card 那你的green card 那你的green card 這裡的CTA 藏人行政中央 才認定你是藏人 那你才有有關的一些好處 還有當然你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有捐獻 他不是要稅 但捐獻就有任務 那你遲些先跟大家講這些細節 好 我們到達了 十分鐘時間 哇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見面